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月17号2023年 可能大家给看到了我的信息 微博呢大概在两天之前把我封掉了 其实对我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最主要科普的地方是油管 就是YouTube 他们封不封对我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他们不封呢我就在那边也发了点科普的东西 他们封掉呢 那么我就省力一点那边就不去了 今天这一集呢最主要引一些听众的要求 想谈一谈就是日本的新冠 为什么会最近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在说这之前呢 我先要给大家分析一下美国的疫情 美国的疫情呢 在1月15号为止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和1月15号上个星期相比 就是1月9号到1月15号那个阶段 和前面7天相比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整个住院降低了22%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一波的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了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整个美国并没有出现高峰 和上两年完全不一样 在2021年的时候是1月9号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而2022年的时候是在1月15号左右达到最高峰 所以说今年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再高峰的话 这一波应该已经过去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一波没有这么厉害呢 我都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在1月份的时候 就是在奥米克隆第一波BA1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 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全体的一个免疫 也就是很多人要么接触到了这个病毒 要么已经被感染了这个病毒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无症状者 一部分是有症状者 那么经过了这个高峰之后呢 整个的疫情进入了一个稳定期 这也就是我在11月份的时候说的 整个欧美国家的疫情进入了一个稳定期 哪怕有各种各样的变异 搬不起多大的波浪来了 因为我在我的医院里面 我第一手资料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情况并没有在日本出现 因为日本呢是一个自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来的 他虽然在1月份2022年1月份左右呢 他慢慢的在国内有所放开了 在这之前呢他也是分空的非常严格 但是在1月头的时候呢他也放开 放开之后呢确实出现了一个高峰 但是这个高峰并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有流行 但是流行的并不是很严重 所以呢这也造成了就在8月份的时候又一波 然后到现在呢又一波 这个呢和新加坡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新加坡和香港的情况呢 他们刚刚放开的时候呢 就有了一个非常剧烈的一波 然后呢再去于平缓 由于他没有这个第一波 所以造成了这个情况的出现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和他们的旅游放开有关 因为他们是在10月11号2022年放开了旅游 那么呢很多人外国旅客进入到了日本 完全统计呢在11月份的时候 整个日本的旅游人口大概是接近100万 这个和10月份相比的话大概翻了一倍 这个呢也造成了那个各种各样不同变异病毒在日本的一个流行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冲击最大的是什么人口呢 就是那批老年人 所以说他这次说他这次死亡的统计来看 70岁以上的是17.25% 80岁以上是占到44.55% 90岁以上的占到34.76% 那么呢这个和这个图表基本上差不大多 你们也看到80岁 就是80到90岁之间 这个死亡人口是最高的 因为这批人呢 哪怕打了疫苗 哪怕有药物 由于有基础疾病 由于自己的免疫性性能啊 就相对来说弱了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很容易感染了之后并发 然后造成死亡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么看完这些之后 那么有些人问我 那么我对中国的这个疫情怎么样预测 那么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的数据完全不透明 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 像现在他公布的就是有59000人 就是差不多6万的人 在过去一个月左右死亡 这个数据 如果按照百分比来说的话 根本就不成比例不对 不可能的 所以说他们要么就是统计的标准不一样 要么这个数字里面有点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之外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就是 很难分析以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不清楚 他们的70岁以上的老人 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了 那么我就无法预测 接下去两波 到底对那些老人会不会造成二次冲击 无法清楚 另外一个呢 他们所用的疫苗和其他国家也不一样 那这次日本呢 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 就是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两个月 他们会出数字 会告诉我们 就是在打了疫苗和没打疫苗的区别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药物的问题 就是惠瑞的Pixlovet 在三月份 日本已经批准了 但是我不清楚这一波的时候 他们到底用了多少这个药 如果用的话 用药的人和没用药的人 到底有多少区别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数据来的 另外还有是日本自己的那个药 到底有没有作用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我希望他们早点有这个数据 可以供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对全世界 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意义来的 而这些东西 我相信中国不可能 或者说很难公布一些真实的数据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 我根本就无法分析他们 我也懒得去分析他们了 如果在听的那些 就国内有老人的家庭 我还是建议 这次被感染过了 你们略微可以放心一点点 但是没有被感染过的话 在春节以后 千万要小心 我认为春节以后的那一波 一定会到 但是不会像这一次这么厉害 因为这次总体来看的话 我看总个中国的整体来看 最起码有70%的人被感染过了 所以说在下面一波 住院的数字不会像这次这么多 那么在总体来说 政府也可以把这个数字 说得更加低 因为现在这么大的一波 他都可以只说 只有6万人死亡的话 下一波 我相信他们根本就可能说都不说了 但是从为个人来说的话 你们家里有老人的话 我希望你们千万还是要注意 千万要小心 因为下一波一定会来 这个逃不掉的一定会来 只是那一波的话 对于老人的冲击 就是那些没被感染过的老人的冲击 会很厉害 那么被感染过那些老人 被感染过的老人 略微可以放心 但是呢 对于那些被感染过的 但是免疫能力 也是还是很低下的那些 还是需要小心 因为他们很容易 他们是最容易重复感染的 一个人群来的 好了 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待会呢 我会做另外两个视频 一个呢 就关于就是泰国的 那个Delta和奥米克隆 结合的那个变异体 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个呢 我会再谈一谈就是 日本的那个药 到底我感觉怎么样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